Hello 大家好 我是劉逸兒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三個 在家裡就可以做的基本的運動 第一個是我想要教的是深蹲 因為初學者不用負太多的重量 因為這樣可能會 姿勢不良到會受傷 所以可以先從基本的深蹲 直接的往下蹲 但技巧是膝蓋不要超過於腳尖太多 因為這樣的話才可以練到你大腿 跟臀部的肌群 一開始不要太快 到時候會閃到啊 無法停止搞笑 然後第二個動作是 我想要教的是 這叫什麼 棒式 我想要教的是棒式 因為我剛剛想到的是英文 我現在不能示範 等一下才能示範 我現在已經忍不住了 因為棒式也是一個 全身性肌肉都可以訓練的動作 所以這樣撐的時候 你的手臂 你的臂 你的臀 你的腹肌 其實都是訓練的到的 通常我自己會做三組 那每一組之間的間隔 我可能休息個30秒 其實要依照每個人 不一樣的體能跟習慣 來做 決定這個時間的長短 再來第三個是 隨手可得的道具 我覺得水壺真的很棒 因為雙的水的量不一樣 其實它就有不一樣的重量 女生有時候會怕手臂看起來比較浮腫 或是泡泡的 多練一點線條的話 其實看起來就會比較緊實 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要記得是肩膀不要往上 往上聳肩 因為這樣的話 可能會拉上 如果這個重量是可以接受的話 盡量做10到12下左右 因為這樣才會有效果 要有一點點酸 但如果不行的話 不要隱沉 那如果當你這個做了12下左右 是沒有感覺的 那就可以加重了 以上就是我教大家的三個動作 希望大家在家裡練習的時候 可以越來越有成就感 線條越來越漂亮 越來越健康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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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